另外一家叫HiTeachCC 各位 浏览器打开 请你直接输入HiTeach TeachCC HiTeachCC 他不用装软体 他这个也是类似数位教室的方式 不用装软体 HiTeachCC 请各位进来 那这是另外一家 他叫提摩豆 然后他也是网路上 其实还蛮多人喜欢他的东西 因为他在跟学生互动的部分 做的还比MyViewBoard还好 好那我这边先讲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安装他的APP 这个APP 手机如果有装这个APP 从APP扫码登录 你的学生可以有50个 50个人可以上你的教室 那如果你是在这边登录的 你只能有10个 所以就鼓励你去安装他的APP 那所以如果你的手机装了这个HiTeach 5这个APP 那你从那个软体去扫这个条码登录 会比较 权限比较大 可以50个人进来 他的APP上面呢 会有 你先用你的账号 Google账号登录 登录之后他上面 APP上面会有一个扫码的图案 你用那个扫码去做登录 他就会直接进这个教室 好我广播一下画面哦 你看哦 你用那个APP登录之后 然后扫码进来这个教室之后 这边会跟你讲说 你的连线人数可以有50个 然后你的作品的收集数就是 你可以出6题互动收作业的 的题目 这是免费的权限是这样子 好 好那所以你就可以开始用 开始用你的简报去做教学 或者用那个空白的画板 用空白板就是白板 好那要互动的人 就学生就扫这个码进 就扫这个码进来就可以登录 他会进到我的教室 你们现在扫现在画面这个码 会进到我的教室 好那我们非常简单的练习一下 好各位扫一下 好那进来之后 他比较重要的功能在 右下右下角这边互动工具 就刚刚讲你有6 可以问6个题目 每一次登录可以问6个题目 好这里面呢 比如说 这个是文字题 然后这个是作品搜集 就是搜作业 然后这个是 这是什么 计时 那个抢答 这是抢答 好我们先来抢答一下 好老师如果今天有一个 就是你画面已经安排好你的内 上课的内容 然后我把这个 抢答的按钮拉出来 对不对 好 你的手机等一下会出现那个 请抢答那个按钮 所以我比如说我现在 题目讲完了 各位 请问今天星期几 那当老师 当我把这个按下去 好 这是谁 按那么快 DVT 他就先抢到 那就可以请他回答 好这个是抢答的功能 然后你还可以 好 那另外呢 这个是飘人 所以 这里面可以设定 就是你有登录的人他会跑进 你就可以用这样去做处理 好 那我们回到刚刚那比较核心的 这边的题目 比如说我新增一个空白页 然后呢 假设我上面有一个题目 好 有一个题目 然后 这是文 好 那 假设我不题不好了 请各位随便选一个答案丢上 好 你随便选一个答案送出 好 这是文字题 那 假设好了 今天是星期 假设我的题目是今天星期几 那请你输入今天星期几 你回答然后送出来 今天星期三 好 好 假设你 我们来看哦 所以你可以点选 有没有 这是他的答案 这是 5号的答案 宋太太说三 李正如说三 没有人讲错 这个是还没回答的 蓝色的是还没回答 如果有人讲错 我这边可以定答案哦 就是学生都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这边可以 设定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假设我设定今天正确答案是2 假设 好 这个是全显示全部的答案 便利贴 便利贴会把他的那个答案 带上去 啊 那个统计是另外一个 文字题没有统计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这个单选题 好来 假设我们今天正确答案是3 来各位随便丢一个数字进来 有人答对有人答错这样 好 这个是推送画面 好 那各位回答之后啊 好 这个是看 刚刚是看答案 有没有 这是看你的答案 然后 所以他会可以跟你讲说 谁作答的 谁没作答 然后这是统计图表 他就跟你说 答对的几个 答错的几个这样 然后还会帮你做 做那个统计图 然后你就知道说 那这一题我需不需要重新讲解之类的 然后哪些人比如说这个 这个到底是谁 你可以点进来看 好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家的 好 这是另外一家的 我觉得就是他们在 在那个跟学生互动的统计上面 做的比 买view包好 好 所以要用哪一家 各位就自己决定这样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